作为一个潜水爱好者 人生最不幸的事情就是 在一个风和热烈的早晨 你怀着激动的心情 踏上了去前点的小船 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前点 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你的钱包 这是你瞬间人生到了最低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什么都带上了 结果你忘记带了你的呼 呼吸气 这就像一个士兵 到了战场上该冲锋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 What the hell 我没有带枪 没有带子弹 怎么样 等死吧 好吧 本来是很美好的潜水一日游 现在只能改成了 看海一日游吧 让我好好的看看这蓝天 这白云 这大海 以及大海远处的礁石吧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来之,则安之 由于我的疏忽,我的潜伴只能单独下水了 这其实是在潜水界明令禁止的 单独下潜是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谁也不知道你在水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人能帮助你的 所以说对不起了,我的潜伴 下回我一定注意 在忐忑的等待中,东凯的良浅顺利地结束 它真是不负众望满载而归 让我们这些吃货有个口福 这可是真正的纯天然的新西兰的大海参 据说在商场里能卖到几百块钱一公斤 虽然午饭是一碗简单的泡面 但是在此情此景下,真是毫不惬意啊 这是我们Tobi同学辛苦的海参 哈哈哈哈好吃吗? 拿一下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